5月20日下午,美国总统拜登乘坐专机抵达韩国经济道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正式开始对韩国为期三天的访问。 抵达之后,拜登将同韩国总统尹熙岳共同前往位于经济道平泽市的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参观。 21日下午,韩国总统尹熙岳将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正式会晤,会后双方将举行联合记者会。 22日,在离开韩国启程前往日本之前,拜登还将同尹熙岳一起前往负责朝鲜半岛空中作战的韩国空军作战司令部及航空宇宙作战本部访问。 5月20日,美股交易盘中,三大指数开盘后便一路走低,标普500指数更是下跌1.8%,较1月3日的创纪录收盘高位下跌20%,已经连续7周下跌。 是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以来,最长周连跌,进入熊市行情。 分析师们补充说,1946年以来,经济衰退期间,股市的典型跌幅约为24%,标普500指数正逐渐接近这一水平。 目前的抛售浪潮已持续超过90个交易日,远远超过了非经济衰退相关的普通下跌行情。 与此同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最近强调,央行将毫不犹豫地提高利率,这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5月19日,据ABC7报道,洛杉矶市长埃里克·贾西提宣布了一项试点项目,让居民控制850万美元的预算,旨在解决种族和经济不公平问题。 贾西提表示,将向包括South LA,West Lake等9个社区提供近900万美元,他们将决定政府将在哪里以及如何使用这些钱。 这些社区中至少有87%的人是有色人种。 根据洛杉矶的数据,这些社区中至少有16%的人生活在贫困中,失业率至少为15%。 该试点项目被称为LA Repair,由洛杉矶市民权部门统辖。 该项目根据当前财政年度预算提供资金,并将持续到2023年。 来自9个社区的17名成员将组成指导委员会,年龄要求最低可到16岁。 成员招聘已经开放,将持续到6月初,今年将从3个社区开始逐步扩大直到2023年。 欧盟委员会在5月17日宣布,欧盟所有成员国的航班都不可以强制乘客在登机前出示核酸检测报告, 疫苗证明和入境健康登记。 今年4月,冰岛、瑞士、荷兰、丹麦、瑞典、挪威等国取消了核酸检测和疫苗护照的入境政策。 相信欧盟委员会消息一发布,会有更多的欧洲国家会逐步恢复常态入境。 据韩联社报道,5月19日晚,位于韩国东南部卫山市的双龙炼油厂发生大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九人受伤。 现场火柱腾起数十米高,15公里外的居民也有震感。 有附近民众称,事发时听到轰隆一声,还以为发生了地震。 截至当地时间20日上午九时,爆炸发生12个小时后,火势尚未完全被扑灭。 该炼油厂的首席执行官计划在灭火完成后,于当天上午发表道歉声明。 5月19日,加拿大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禁止加电信系统使用华为中兴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并称此系经加安全部门评估,与加盟友协商后作出的决定。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0日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进行全面严肃评估,并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